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大慈大悲台长师父慈悲我 帮我看看我的病还能不能好 看我还能干起来 我是1965年2月20日上的属蛇 65年啊 是65年吗 65年 蛇是吧 嗯 哦 那我先说你的病啊 你现在这个病啊 你也不要难过 因为你后面的脊柱啊 就是脊柱一直通到你的腰部啊 这个腰这个肩盘啊 整个歪了 所以呢 你的你的这个两个两个两个腿啊 大大腿啊 两个筋啊 通到你这个腰部这个地方啊 整个就是系统 觉得血液径径径换到不了那个位置 你听得懂吗 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有一条腿基本上废掉了 还有一条嘴还有希望 我跟你讲 你现在不要着急 我看你跟你脑部有关系 我现在看 跟你刚刚舌的脑部 神经有关系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你经常试睡 就是非常想睡觉 而且你现在脑血 血容量够不上 所以你经常 就是会觉得手发麻 这个下不过都是发麻 对 睡觉 等在这 听得懂吗 你不要担护 你现在两条腿应该还在 腿在 腿在 对 我知道 对 就是不能动站不起来 你等等啊 台长叫你动动看好吗 你不要动 你不要接着别动 我还没跟你讲完呢 你动了吗 好了吗 你现在眼睛闭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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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你的脚啊 试着 试着动一点点 试试看啊 动一点点 摇摇一哈 坚强一点 是 对 左 试着 左 左 试着动一点点 还容易 试着动一点 她说有力的 对不对啊 对 我告诉你啊 过一会儿 你这个 现在你这个腿和腰都这里 有没有热啊 感觉一下 你天天自己好好念经 你看看你这条腿站得起来站不起来 你不要哭 我们是男人 好好地学活 好好地消念障 改变自己的人生 靠自己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要 不坚强 明白吗 好 还有什么问题呀 还让你看我 我得念多少小张 一功课念七百九十张 每天功课呢 每天功课大背后要念三十六遍 不行 四十九遍 清经要念二十七遍 礼佛念三遍 往生咒念四十九遍 消灾迹象真咒念四十九遍 要想腿加快的好 加上观音灵感真言念四十九遍 就可以了 现在就算了 放声好不好 好 放声可以 放声啊 台长现在看到的 你家里还有一点的存款 拿出来放声吧 行 行 而且我看你家里很乱 沙发上堆的都是东西 对对对 是 不能再看 再看什么都看到 别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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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 中国的国 中国的国 争夺的争 杨国争 杨国争 你长得吗 我酿了 哦 我酿了 难怪 你爸爸现在挺好的 看上去很精神 我告诉你 你呢 连长得比你爸爸 稍微好看一点点 哈哈哈哈 咋啦 哎呦 他太太开心了 不得了 比我 阿公老徒要成他好看啊 我说我跟你说 这辈子来在北京西站 人家让我做那个 三级同道 我自个都控制不住 我的自个儿之苦 是啊 现在不能动 是啊 你记住啊 没问题啊 嗯 谢谢大慈大悲的太长师傅 我带着我们北京工修组 祝太长师傅健康长寿 谢谢 谢谢 太长师傅 我是您的弟子 刘思丽 哦 我不是他的太太 哦 我是他的同修 哦 不是太太 生死太太 不是太太 师傅 虎兄的感情 更好啊 因为上辈子 说不定就是 师傅 我带着你 我要告诉你个特别的好消息 我的癌症已经趁你痊愈了 看见了没有啊 谢谢师傅 小孩子领不领啊 心灵法门就是救助众生 观世音菩萨 我给师傅典礼 谢谢观世音菩萨 谢谢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好了好了 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啊 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癌症好了 那是何等的喜悦啊 你知道癌症会把人家家庭都搞得乱七八糟的 好了 好啊 好啊